大家好,歡迎回到《望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8月3日星期二的時間 今節有我許樂山,還有劉西蘭波羅仔聊聊天,耳得台陽 大家好 保周紅色病,震必思 大家好,大家好,曹氏珍迪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訂閱《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靖行報》、《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珍必思,今節回來是否說一些奧運選手 背後有什麼神奇的故事呢? 真是很神奇 大家知道,其實多數的奧運選手 代表自己國家的時候 都是帶著無比的榮譽去做 都是開心的,代表自己國家 偏偏這個東歐國家的選手 他就是想逃跑的 好啊 說回來,就是來自白俄羅斯 奧運短跑的運動員 克里斯蒂娜 蒂馬洛夫斯卡亞 很長的名字 克里斯蒂娜 我們就叫她 克里斯蒂娜 其實就在東京 機場就尋求庇護 因為她的國家 試圖強行地叫她回去巴克俄羅斯 老實說,為什麼不可以呢? 我也不明白 說回來,她現在已經獲得了波蘭的庇護 其實很搞笑 這個叫做克里斯蒂娜 其實她之前就進入波蘭 駐東京的大使 之後就準備做一件事,就是離開 不過再之前她就在日本尋求庇護 但日本又不肯 也正常的,你想想 如果我是主辦哥哥 過來庇護我,我還得了嗎? 其實反對白俄羅斯政府的 叫做白俄羅斯體育團結基金會的總幹事 叫阿歷山大歐佩金 他就說 24歲的這位克里斯蒂娜 其實很快 即是明天 星期三就會飛去波蘭的華沙 波蘭的副外長 馬爾茵普日達茨在推特上說 哎呀,我們很開心 我們得到了這位這麼好的運動員 她已經獲得了我們的人道簽證 那克里斯蒂娜曾經做過一件什麼事呢? 原來她批評過她的教練和國家委員會 為她登記參加沒有受過訓練的接力賽 之後她對自己在白俄羅斯的安全表示擔憂 她原本就計劃 星期一參加200米的熱身賽 這是她常規比賽之一 但是她花了一天的時間 尋找可以定居的新國家 自從星期日以來 歐佩金一直跟Christina保持聯絡 她說在電話當中她還可以 不過有點失望 因為她想繼續參加奧運會 但是又怕回到白俄羅斯之後 受到政治迫霸 所以不敢參加了 而且她對今天不可參加200米的比賽 也感覺到十分失望 但是她覺得人生安全是重要的 明白眼底下的事態真是很糟糕 自己知道自己的權利 她知道作為運動員是有人權的 她的人權就受到嚴重的侵犯 她需要在這個情況下 告訴全世界白俄羅斯的政府多麼不亨 其實Christina在上星期五的時候 100米預賽當中排第四名 充滿戲劇性感 叫做尋求政治庇護 其實她就說 我已經用了24小時的時間 尋求難民的庇護簽證 然後她就在她的IG、Instagram上說 她的教練在最後一刻才通知她 她必須要代替一名隊員參加四成一百的接力賽 這個隊員因為沒有接受足夠多的反興粉仔檢測 而未能獲得參賽資格 雖然她的批評是關於體育賽事的決定 但是這位申請庇護的白俄羅斯女子 就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她會回到白俄羅斯之後 受到政治的迫迫 其實這個國家的國家奧委會主席 是在白俄羅斯掌權了27年的強人 就叫做阿力山大 大家一聽她的名字就知道 叫做阿力山大 羅卡申科 究竟誰是羅卡申科的長子 長期以來她一直試圖 壓制任何意見 包括一年前總統選舉 在她受到爭議之後 就開始殘酷地壓制一些言論 羅卡申科不怕在國際舞台上採取嚴厲的措施 這也是白俄羅斯一些運動員擔心的事情 好像五月份一樣 白俄羅斯當局強迫一架從雅典飛往立陶宛的 瑞安航空公司飛機降落 這個飛機上的乘客就是 一個叫做羅曼普羅塔塞維琪的一位人兄 原來她就是去年參與指揮反政府抗議網站的博主 甚至在這個Christina事件之前 白俄羅斯就和國際奧委會有著苟前不清的關係 12月的時候 國際奧委會禁止羅卡申科和她兒子出席東京奧運會 我們剛才說過她兒子 其實就是這次白俄羅斯奧委會主席的阿頭 即是阿頭 主席就是阿頭 Anyway 一群運動員曾經說 他們很害怕因為反對政府 遭受到政治歧視和監禁 其實國際奧委會是允許白俄羅斯派出一支 103人的團隊參加奧運會 因為他們表示不想懲罰無辜的運動員 在星期一早上 在新聞發布會上 國際奧委會的發言人 阿當斯就說 這個Christina基斯蒂娜 只是和其他已經完成比賽的運動員 一起去了機場 但當問到 為什麼他在自己比賽未完成的時候 已經帶到機場 國際奧委會就說 我們其實就是在等待著白俄羅斯國家奧委會的一份報告 與此同時他就說 記者呀 你們要相信我 其實這位白俄羅斯的短牌選手 受到了保護的了 阿當斯還說 他已經和東京警方 以及聯合國難民事部高級專員 聯繫了他們的辦事處 進行了交談 希望可以進一步 為政治庇護的事情 可以繼續處理好他 東京是怎麼看呢 東京組委會發言人 高谷正哲說 現在這位白俄羅斯選手 星期日晚上 就在東京的羽田機場附近的 一間酒店度過 羽田警方發言人也說 警方不會接受外國記者任何採訪 這位白俄羅斯選手 在他的社交媒體上也抱怨 就說白俄羅斯奧委會 將他從奧運村 嘩?這麼厲害 他用綁架這個詞 綁架和帶到機場 參加奧運會的白俄羅斯記者就說 他們被告知 這個基斯蒂娜 本應和其他完成比賽的運動員 一起坐大巴去機場 但是他就錯過了那一趟巴士 記者就說 他在他的一名教練陪同之下 被接到另一輛車 之後就直接去了羽田機場 那麼白俄羅斯奧委會 又有第二套說辭 就說 現在我們這位短跑選手 他心情和心理狀態 情緒完全都是一團糟 完全不知所措 所以我們才叫他退出奧運 但是白俄羅斯體育團體 這個叫做團結基金會 曾經就向奧林匹克體育法庭提交這個申訴 申訴中就說 這個白俄羅斯女選手的支持者 就會繼續撐他下去 而且有一份錄音副本 就是基斯蒂娜 投訴他的教練 和投訴這個國家的奧委會 所以他就很怕 會回到白俄羅斯 就受到政治迫害 所以他只決定退出奧運會 並且尋找一個可以幫他拿到難民庇護身份的國家 而且他就說 任何白俄羅斯代表團的官方解釋都是假的 只有他自己的才是真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奧運經常出很多特別的事情 之前我也有一次節目說過 除了白俄羅斯選手之外 也有一些非洲國家的選手 去到日本之後 又是申請政治庇護 結果在這個新幹線上 有人發現了 抓他回去 事實上 如果有這些選手 叫做申請政治庇護 這也是挺難看的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 白俄羅斯的官方說法都是這樣說的 就說 基斯蒂娜的退出 完全是他自願的 而且 我們不會對他有任何的清算 希望他快點回到他祖國的懷抱 還有 除了現在波蘭接受了他 之前 另外一個東歐的國家 就是捷克 也說 我們可以為他提供幫助 好像捷克外長 雅各部曾經說過 我們也可以成為基斯蒂娜的政治庇護國 除了捷克之外 立陶苑也有這樣說過 他們就說 我們也願意給這位白俄羅斯的短跑運動員 一個新的家 不過 始終有人問 為什麼日本不肯收留這些庇護者 其實日本來說 他們通常都不歡迎這些庇護者 有歷史是這樣的 好像今年六月份 緬甸國家足球隊的運動員 叫煉昂 其實也希望日本政府提供臨時庇護 雖然是這樣 但是日本政府依然說對不起 我們做不到 日本去年 只有47人 是可以得到庇護的 是的 這個成功率是不到百分之一 三月份 一位 很瘦 這是日本媒體說的 一個身材銷售的斯里蘭卡人 就很不幸地在這個拘留所當中 過身 也引起了日本民眾的一些不滿 就說 我們日本都叫做一個大國 為何對尋求避會者 那麼差 日本人都很現實 說句老實話 雖然日本和白俄羅斯的關係 就是說不想很密切 但是他現在因為日本 這個東京奧運會 都是一虎都是 我覺得可能就多一試 不如少一試 你可以說他無情 但是如果從這個政治現實來說 都是無實的 如果不然到時候又搞到 那些什麼國際外交風波 他更加不好過 所以我們看到一件事 奧運也看到很多眾生上 有人高興 有人逃脫自己的祖國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